其實這個八位元而已 如果只能自訂英文跟一些數字 還有一些控制 所以很早以前 那個中文就有問題了 所以後來中文 才變成什麼高位元 低位元 然後最後才演變成所謂的unicode 各位可以看後面好像他有一些相關說明 這unicode unicode的話實際上就是 把原來這個是0 整個2的八次方 2的八次方8位元變成16位元 那總共可以定義6萬多個字 6萬多個字的話 來放中文字應該是還OK的 那這個當然是一個歷史 你會發現這個其實演變得非常快速 像那個什麼台積電做那個什麼CPU 光一個晶片 一個大概一塊錢不到的空間裡面 它可以放好幾兆個電晶體 就是這個所謂的010這種開關 可以做到這種地步 不過這個演變的速度實在是非常快 那這些東西關鍵慢慢又轉變到手機 所以這個時代變化非常快 而且沒多少年 你看從這個制定 制定到現在為止 大概六七到現在大概應該 差不多五十年 不到五十年 不到五十年的時間已經進步這麼飛快 OK好 再來看一下 VBA部分的話 我們的需求是這樣 所以再來如果一樣的邏輯 你希望把它變成VBA的話 那當然有幾種做法 最簡單的做法是怎麼樣 橫向的移動 橫向的直接轉移 就是把上面的公式怎麼樣 直接丟到這裡面來跑 這樣最快 那做法上面我想我們做蠻多的 如果你要把上面的公式 直接放到這邊來跑的話 那當然這邊的話我們可以在開發人裡面怎麼樣 做一個Visual Basic打開來 那第一件事情要做什麼 一樣是確定一下你有沒有模組 如果你已經有模組的話 那就不需要再再額外開 如果沒有模組的話 你就可以把它打開來 這邊已經有寫一點東西了 那我直接按右鍵 不是 更正一下 直接從這邊插入一個程序 也許那個程序的名稱 我們叫什麼 叫血型好了 比如說叫 血型 底線 VLOOK V6 好 按確定 把這個 這個當然不一定要放在下面 如果你放在上面OK的話 你可以把它放在上面 那我們把這個地方 至少會放大 工具選項裡面 撰寫風格 至少會放在12號字 好 那如果我今天希望 最簡單的VBA 實際上就是 直接把這個公式 動態的丟到 你要丟的這個儲存格裡面 那這個公式 我想我們前面寫很多了 你可以第一個 先寫一個回圈 回圈的話呢 你就打一個4 i等於 第幾列呢 第六列 到哪一列呢 最下面 也許從 A6吧 所以我們用那個 RANCH A6 比如說我們用從A6去幫我抓 抓一下最下面那一列是哪一列 然後AND 刮鬍 XL DOWN 最下面那一列 的列號是哪一列 Enter兩下NAS 先把範圍先制定下來 再按個TAB 輸出到哪一個儲存格 那你可以 拉下來看一下 輸出到J好了 所以你可以怎麼 再把 輸出的寫在前面 Sales i列的 J欄 等於什麼 先雙引號 這個雙引號的話呢 乾脆你就是先做個清除好了 這個乾脆先做個清除 然後你可以怎麼樣 等一下再把這個清除 再把它複製一下 一般如果說你要做的 我發現先把那個清除先做出來 再貼到這邊 再把清除拿掉 那這邊就有個清除 所以如果你將來有輸出的話 你可以按下去它就幫你清空 那這個是沒有清空 後面是一個雙引號 這個雙引號裡面要放什麼呢 這個雙引號裡面呢 你就把公式 Ctrl C 記得按個取消 因為如果你沒有取消 切不過去喔 OK 然後把公式丟過來 丟過來之後 特別注意喔 有幾個原則 有兩個原則我講過嘛 如果說你將來呢 要輸出公式的話 第一個 你先確定一下 裡面有沒有什麼 雙引號 如果有雙引號的話 怎麼樣 再加一個 對所以這個範圍裡面有沒有 從頭跟尾裡面 欸有沒有 這個這個 還有 這個這個嘛 總共有四個 所以你就記得喔 一定不要 不能少一個都不行 少一個都不行 所以你先補一個 然後怎麼樣 再把裡面的六 列號 改成I 應該還記得吧 雙引號 雙引號 移到中間 ANDAND 移到中間 補一個I 然後在AND前後 加空白 好 做完了 那後面還有一個 所以把這個 Ctrl C 貼到後面來 好 做完了 這個時候的話 我們來試一下 輸出 那我這一行寫完之後 的結果 for I 六到最下面一列 追 輸出到追 的同一列 拿輸出看看 欸 輸出了 再來的話呢 清除 輸出 清除 OK 沒有問題 可以輸出 可是問題來了 輸出之後 缺什麼 格式 對不對 所以那個格式怎麼辦 你想說 嗯 有個好方法 自己先做好 再來輸出嗎 這樣好像沒有 變成說做一半的嘛 所以最好是怎麼樣 輸出之後 自動怎麼樣 格式化 格式化程式寫在這裡 可是那個格式化程式呢 好像沒教過吧 然後怎麼辦呢 有幾個方法啦 如果你那個不會寫的話 就是 你可以做過一遍之後 請你把它錄下來 假如說我今天有個聚集1 對不對 先錄 名稱不改好了 那比如說我剛剛需要做哪些動作呢 1 按右鍵 先把它換行 對不對 所以換行的部分的話 在這邊自動換行 然後 水平的對齊 這邊也有個水平 直接先靠左就可以了 所以有一個做兩個動作 一個是換行 一個是水平的靠左對齊 兩個動作 OK 按確定 所以會產生兩行 理論上應該兩行 按確定 好 第二個的話呢 字變小 十號字 然後呢 這個好像它有個什麼 微軟正黑體好了 微軟正黑體 好 兩個動作 所以我們一樣做了兩個動作